今之神念 但是口称呢 上进一行 下之一念 这个一行就是一身 我们这个身体在一身 一身念佛 像害羡 害羡 都是一身念佛 这是上 至于下根 没有这么好的缘分 一直到黎明宗时 才遇到善友 才劝他念佛 他一听就相信 就正感 一念也能握上 那下之一念 痛于三倍 上中下三倍 摄予九品 我不解忘 通通瓦塞 这个意思重要 非常重要 没有一个漏掉的 这才符合 尽忠 他立国教的 阵地 我们千万 不能怀疑 要怀疑 这一次 无比殊胜的缘分 就错过了 李老师 过去劝我 自古之尽 多少聪明人 都相信 都不怀疑 都往生 我们看到这些榜样 就应该 信一次吧 信一次果然成功 都很幸运 就成就了 相信古人 不骗我们 纵然被他骗一次 也感谢 老师真慈悲 这样的劝我 我很感恩 接受了没有 没接受 我跟诸位说过 我接受是讲化验剑 讲化化验 讲论验剑 在这些大经大论里头 领悟 体会到 特别是化验 讲善才同志 五十三才 忽然想起来了 善才 是文殊菩萨的 得意门神 入室的弟子 他修什么法 以前讲经都没注意到 这样一反过回头来 去找 一下就发现 第一餐 吉祥云碧酒 修波周三美 波周三美 专修念佛法文 这才晓得 那再看末后 末后第五十三才 普贤菩萨 舍大愿望 道归结归 这就行了 你看 自食之中 彻时彻中 善才修什么 修念佛法文 求生净土 花眼镜 花眼镜啊 这么陈旧的 我们不能不知道 那么当中 善才还有五十一层 每一个善知识 学的法文都不一样 他都去拜访 都去请教 这些善知识 都把他们修学法文 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告诉他 他很感谢 怎么样 不修 那这是什么 成就圆满的后德之 不是他不晓得 他晓得 你问他 他们都知道 自己一门深入 常识喧修 读书前辩 其一自见 自见就是可悟 我看到这些地方啊 就相信了 那对于 这个回忌本 对于念老这个诸解 非常认真地 学习 黄年老 是我的老师 虽然我们没有这个名分 但是 我跟他学习 他做我的老师 当之无愧 他讲这东西 我能听得懂啊 我们看底下 挂舞 经历一身 这一身什么时候呢 临终一年 这是一个意思 或者呢 获得一念尽心 最后这一念 心地清净 心 真有极乐的心 真有阿弥陀佛 真想往生 有这个念头 他能往生 发一念心 念欲必复 一切 都往生 统统的往生 这不是假的 所以 我们今天遇到了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决定不要怀疑 我带来不容易 我很后悔 如果早年 老师一劝我 我就接受 就相信了 我今天很有可能 念到一心不乱 前头没有接受我 还是被这些大经大乱 扰乱了 还算很幸运 终于回头了 终于相信这个法门 这一次 特立六大轮回 往生极乐世界 才有把握 聊圣事出三节 告别的法门 没把握 多幸运 下面 阿弥陀佛